我其實都沒有猜到原來葵輝 我們說他好像迪士尼其中一個角色 有多像呢 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劇團近年會做的一件事 就是紀錄劇場 Documentary Theater 這件事的確是阿強介紹給我認識的 我還記得當年 阿強去了看這個電影 應該是2001年左右 Matthew Shepard 一個同性戀的大學生 因為他的同性戀者身份被人殺死了 是基於這個真實事件 開場的時候已經跟大家說 我們一群演員知道這件新聞 然後我們很想研究發生過什麼事 於是我們就創奴八舌 去到那個山區的地方 然後就做很多研究 當時為什麼吸引我 究竟戲劇和生活是怎樣 我們如果想搞創作 可能有什麼方向 的確我想2001年 或者那時候永遠是兩個極端的 要是很逃避式的 好像喜劇和喜鬧劇 另一些就是可能很所謂潛衛的電影 你看都不明白的 那些電影 兩種極端都好像跟現實沒有關係 但是他的創作人要確實走入生活 去搜集資料 然後將他再整合 變成一個演出文本 那你一定要跟我生活有關係 所以那時候就很心印象 對於這件事 給了一口能心針 原來我們其實搞戲劇 可以和生活 可以和時事和新聞 走得那麼近 譬如演藝讀書 都有些改編至真人真實的戲 譬如聖聖德這些戲 都是可能改編至真實的戲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所謂的歷史劇 都可能是用一些比較遠的事情 但是剛才說 Narami Project這些 真的當刻發生了無奈的一件事 他們仍然是訪問到很多當事人 所以這件事真是聽起來很吸引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說 如果在香港可不可以做一個 這樣的翻譯劇 我們都會想 我其實都沒有猜到 原來委輝可以從這裡開始 想到這麼多東西 近年你見到我們開始 不單止翻譯 做一些翻譯的 紀錄劇場作品 甚至用這個手法 去做一些原創議題的東西 自己印象很深刻的 譬如有一套講記者 時代紀錄者 那套我記得我看完之後 第二天馬上再看一次 因為正如我之前開始立即 作為一個戲劇工作者 可以和社會靠得多緊 我想為這個地方 為那些議題做過很多東西 在他答應之下 整個團隊可以去到多遠 而製作到一套這樣 令人真是眼前一亮的製作 人生真是很奇怪 有時可能未必是刻意 而是你慢慢走走走 就越走越回不了頭 我還記得那時候 覺得我拓賴有機會入到大學 還想著戲劇是興趣 都不會是中生職業 覺得我應該是走學術那邊 我想很多同學都會覺得是這樣的 反而自己慢慢越走就走去戲劇那邊 到現在好像彷彿戲劇是 已經不能離開的 如果再做不到戲劇 或者不做舞台劇的話 會有做什麼呢 首先我想做一些工種 令我可以很客氣 只是看書 就是看間 還要不是很繁忙的大廈的看間 你可以拿著一本書 早上通宵的那些 就是睡覺 可以讓到看書 因為好像彷彿書 就跟戲劇一樣 好像讓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可以 暫時脫離忘記了現在的世界 其實有一段時間 你進了迪士尼去做全職工作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中英劇團已經在做ASM 剛好那時候 中英國艾瑟總監Bernard Gors 就問我想做演員 我就覺得算了不要緊 不如先做著吧 自此之後我一直留下來 然後就做了那堆東西 去到某一年 有個因緣 這麼巧有個機會 進入了主題樂園 其實我去面試的時候 演員之後發覺我不是很適合 因為我沒做過主題樂園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甚至我根本沒進過去 但到頭來發覺其實是中的 因為原來我之前做過的所有東西 台前幕後的東西 都可以在主題樂園發揮 做主題樂園 因為我很適合阿強 因為阿強 很享受一群人一齊開開心心 這個氛圍 我們說他好像 迪士尼其中一個角色 有多遲呢 大家純粹一下 那一刻我真的想過 可以再做下去 甚至我直接想著 裡面有一些表演的角色 我是想著 如果我退休會 我會回來做這個角色 你問我可以做什麼 我可能真的會回主題樂園做一些 兼職 我可以的 我想我會有興趣 甚至要清潔都可以 你也知道主題樂園的清潔員工 其實都很有娛樂性 不過我就選擇了 不如試試做其他事 做一些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有導演、演員、製作 在一條腹裏做多一些不同崗位的事 我覺得是好玩 將來怎樣 將來才算 但是,我有一個人想說 我會喜歡 我會不會搖 thanks 你也知道 有問題在外國發展 有什麼不是 你也知道